我不会演戏 也没有演技 在生活中平淡无尽 人生的剧场里 落幕还有很远的距离 曾经我亲戚所有 想让生活变得美丽 但我学会了一切 却失去了你 人生如昔 视而黄澹 看上去很滑稽 但我从未想过 要放弃 嘿 这样挺好 人活着不是得到 就是学到 嘿 值得骄傲 趁我现在还不算太老 嘿 这样挺好 人活着就是不停地寻找 嘿 值得骄傲 下一站我是你的依靠 嘿 这样挺好 人活着就是不停地寻找 嘿 值得骄傲 下一站我是你的依靠 下一站我是你的依靠 这红酒得这么晃一晃 这么晃一晃 好喝 那个前老板啊 你说你啊 又送那么多的礼物 还把我们带到这么好的 这么高级的餐厅来吃饭 因为我真的 不算高级就是普通的家常菜 哦 哎呦好丽丽啊 你看看 这只是普通的家常菜 我带着从国外 给你特意带回来的 一点小礼物 拿着呀 那个 我来我来 那个 谢谢啊 谢谢老板 谢谢 一点心意 专门从国外给你带的礼物 哎呦 妈 我来 媳妇 我来 叔叔阿姨 你们先别生气 我求求你们 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 叔叔阿姨 我求你们了 你就让我跟莉莉回去了 行吗 以前你在家 老公我说些有的没的 我不愿意听 莉莉 我 老公来了 老公来接你回去了 莉莉 亲爱的 以前都是你照顾我 亲爱的 我这次出积 我一定好好工作 我克服所有困难 我许你 是吗 也是你 你 真的 也 我 都 你 我 这个 莉莉 桃子 你怎么来了 亲爱的 你这几天你都上哪儿去了 我给你打电话 打电话你不接 心情静心你不回 你急死我了 你知道吗你 阿姨里边没什么事了吧 没事 感谢老天爷呀 谢谢 媳妇你知道吗 我在那车上 我想了好多 能说服你妈的招 最后 最后你这都说的 我自个儿都眼泪弯弯的 我都 真好 桃子 你想说什么 你说给我听听 事都过起来 说什么呀 回家 走 回家 今儿这事算是踏实了 媳妇啊 晚上想吃的吗 说 吃你最喜欢吃的那怎么样 好啊 走这 这是生菜 我喜欢吃这个 当然 知道你喜欢吃炒这个 就特意给你买的 既然咱答应请客 那就必须得大的方方了 是吧 你说这方圆 天天也挺辛苦的 是吧 喜欢 走 咱再进去试试的啊 走 不用了 媳妇啊 这 这太俗了这个 知道吧 怎么着 咱俩结婚 我也得给你量身定制一下 是不是 这次你回来呀 结婚这事我已经想好了 全都听你的 你说什么日子合适 咱定一个日子就把证领了 行吧 别说这些没用的了 媳妇 对啊 桃子 我听我们公司的人是说 现在招网管的 要不你去试试吧 你不是电脑什么的 都挺行的吗 成了咱们还能 在一起上班呢 蹭了 咱往我看 问我电刃呢 他早晚要差呀 你还是得找工作是不是 不可能 有我在 拆不了 今儿这顿饭啊 首先 那就是感谢我们的陆老师 帮了这么大一忙 哈哈 是吧 走一个 谢谢 谢了啊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我这忙都没帮好 嗯 全长哥们心灵啊 来 别着急 第二 庆祝我的媳妇回来了 这是不得走口大的 啊 来 哈哈 来 我啦 开灶 嗯 好香啊 哎 媳妇 你不知道 哎 你问问老方 这两天哥们都吓坏了 你知道吗 我生怕你妈就给你 扣到家里 活活就把那俩给拆了 你知道吗 这是真话 那几天呢 人都堆了 就一说话 跟老太太似的 嗯 放盐 桃子 哎 我妈走之前 你答应她 要好好工作 攒钱取物 你是认真的吧 当然了 必须认真的呀 是啊 那你打算 有些什么实际行动啊 什么实际行动 那你 你不能光是说说吧 你说你承天窝在这儿 当个放映员 那今天 明天跟后天 能有什么不一样啊 我还就是挺高兴的 别说这儿 来来来 说说 说这玩意 桃子 这电影院说不定 真要拆了 我介绍你到我们公司 当个网管 你去应聘一下 你怎么就不能同意了 行了啊 一句两句差不多得了啊 我问你 你是盼着我电影院 拆呢是吗 我明告诉你啊 电影院就是拆了 也用不着你担心 找工作对于我逃今儿来说 那是分分钟的事 谁当那破网管呢 不是 陶军 你说你这么多年 你怎么还没看清你自己啊 你啊 就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 你以为你能干什么呀 交表演 当导演 你做梦吧你 行了 你不请我们俩吃饭吗 林丽 你 你是不是有问题啊我发现 你这次回去 让你那庸俗的妈给洗了脑了是吗 你说什么呢 我妈说错了吗 她希望你有上进心 怎么就不对了 不是之前都不听她 怎么你一回来 她全对了呀 你这不是让你妈给洗了脑了 这是什么呀 军 我明告诉你啊 我陶军就这样 如果你听你妈的话 行 从现在开始 你就赶紧找一有钱的 找一大款去 你你别跟我这儿耽误工 你这么说你混蛋吗你 谁混蛋呀咱俩 我问问你 现在什么时代 就手机一种联系方式吗 你要真想找我 这么多天你找不着 不是 你回去一条 你跟你妈都嘀咕什么了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行 你想知道我怎么回来的是吗 我告诉你 那是因为我骗我妈说 我回来要跟你分手 甭跟我来这废话 是不是就你想跟我分手 是不是 想分啊 甭好 爱分不分 好 混蛋 神经表 横里的啊 咱吃饭 咱高高兴兴 是 好不容易回来 不能好好说话吗 不管他这臭毛病 你需要更厉害吗 对 陆老师 好 Comm廊 伟一 我 在 chemicals 杭 你没事吧 对不起啊 本来说好的要好好吃顿饭呢 千 千古 饭什么事都能吃 你妈他们态度还挺坚决的 这次回去我们吵得更凶了 那天吵极了 把户口本都死了 可是觉着你这回回来情绪不老 没想到这么严重呢 我本来以为我这次回来 脑子能变得不一样 哪怕就一点点的 她还没认识到呢 回头我说的 她还没意识啊 我走之前 我妈都已经闹得那么僵了 我被我妈 关在家里头半个月 她还没意识 我真的不明白 她到底到什么时候才能有意识 其实 其实我 我老家之前有一个男的 他追了我好多年 我跟桃子好了以后 我再也没联系了 我这次回去 我妈把她找过来了 她发了财 离了婚 还跟我妈说非我不去 不是你 现在情绪就是冲动的时候 你不能唐突做决定 你怎么想啊 我觉得我跟桃子 这么多年的感情 我得给她 也得给我自己一次机会 是 可是那个人 给我爸妈在大城市 买了一套大房子 我妈那些生样 你见过了 说真的方圆 这一次 这一次 如果不是我比我妈 说我回来要跟桃子分手 他肯定押着我去领证 你胡合板 我撕的 你说我做得这么多 我跟我爸妈 都闹得快决裂了 可是我一回来 还看着桃子一副 看着她一副 没有上镜的样子 我真的不知道 我自己在图什么 我看不到希望 莉莉 这样 那个 咱们呢 再给娟儿一点时间 我回去好好跟她聊聊 让她做了点改变 行吗 好 怎么样啊 要不先回去吧 跟她还得再聊 好 我问你呢 你还想跟莉莉好吗 这不是废话吗 你甭跟我这样啊 我今天不跟你开玩笑 我跟你说的全正事 我说的也都是正事 我最讨厌人家跟我说电视药菜的事 这是两回事好不好 第一个给你生孩子吗 给你生孩子吗 行吗 我告诉你 陶军 你要真想跟莉莉好下去 改给你这底儿亮灯的样 行不行 不是干嘛呀 干嘛呀干嘛呀 都说我 你也泼我一身啤酒得了呗 啤酒在这儿 泼 好 消了气 消好了吗 就是我跟你说的 林莉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女孩 她要走了你没出找第二个去 跟你说什么了她 说 说失望呗 你被老双望 你说她妈看不上你 那你做出点事让她妈看看她 做出点事 是不是 你也给林莉点信心 我告诉你别别回头 你说万一她跟那个 真的 就是跟什么 其他好的条件的人走了 你都没地儿哭去 不可能 她离了我她活得了她 你在我这嘴硬有用啊 你信不信 我分分钟就给她搞定 一会儿就哄好 弄不了她了我 我 我 你行 你先把她哄哄消消气来呢 行吗 哄哄呢 咱嘞 我说的话走走心 行不行 走走心 干嘛呀 打谁呢这是 干啥 缺心眼吗这我这 去吧 去吧 用那池你们有一点 我是一个人 bate 历历 我错了 你你小宝宝 你让我错你了 你决心去那行吗 我决心找错你了 媳妇你看 今天方圆路情都在 你非当着他们 你跟我呛去 那我一大男人 我得要面子呀 我肯定也得反着跟你嚷嚷 不过 我其实心里真舍不得 你别生气啊 我跟你说生气容易 那分泌失调 不光脸上起包 回头女孩上不出厕所来呢 真的 你别说了 我困了 媳妇 不就是赚钱结婚 这点事吗 我明儿我就赚大钱去 我把这表演课我续上 我多招点学生 这钱马上就来 唰唰唰特别多 我跟你说 你知不知道 我最烦你说这个 你除了靠教表演 蒙女人 你还有别的本事吗 我说你现在说话 怎么都横着呀 我那是教育 我那是艺术好吗 什么教育 什么艺术啊 你还能干点别的吗 你还有别的能耐吗 我怎么没别的能耐 我淘气本事大着呢 我干什么不行啊 我懒得跟你吵 不你懒得跟我吵 你别理我呀 我进来了 你不搭理我 你睡你的 不就完了吗 怎么着你还真睡呀 不是你起来 你跟我说清楚了 到底怎么了 我怎么了 有你这么说我的吗 你觉得这么说我合适吗 是 你这次怎么着 回去了一趟 你再回来以后 桃子 怎么着 你能让我安静点吗 你还会主动来找我呀 我有件事 求你帮忙 怎么啦 你能跟林丽谈谈吗 你们都是女的 有些话 可能好沟通一点 你好 我找一下林丽 林丽她在酒店餐厅那边 谢谢啊 那人就是你之前说的那个人吧 方圆跟你说的 她没有跟陶军说 其实她是想帮你们 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 所以让我来跟你谈谈 没关系 说不说都无所谓了 你们没那么严重吧 我怎么跟你说呢 我怎么跟你说呢 其实我小的时候吧 家里淘金挺一般的 我爸我妈 把审吃俭用的钱 搭进我的舞蹈课啊 声乐课 后来我来到大城市当了演员 我妈觉得她就能成为新妈了 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啊 演员好当啊 当不了新妈 她就觉得自己亏得慌 就希望我可以找个有钱人嫁了 她好收回成本 其实 有的时候我看桃子那样吧 我觉得 我觉着我自己的坚持挺可笑的 我觉得 你们可以谈一谈 不管怎么说 这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 没必要牵扯到另外一个人 要是能谈得通 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什么是爱情 爱情 它不光是奋不顾身的浪漫 更重要的是沉默和责任 可是这两样 我在桃子身上完全看不到 是 我也承认 桃君身上是有他的问题 但是 你也应该对自己负责任 没必要因为对一个人失望 就把自己的后半辈子 凑合给另外一个人 而且 你们之间 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 只图物质吗 那是因为压根没有幸福这件事 既然跟谁都是凑合 那干嘛不选择一个轻松点的方式呢 陆晴 你看看我 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 你呀 千万要选个考古点的 别给自己增加难度 方圆的情况 比桃子还复杂呢 比桃子还复杂呢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包啊 包 怎样不怎么样 不就一包吗 三万 哥们准备给他拿下 送给莉莉 你不是说应该让他高兴一下吗 这回高兴的大方 不是 你哪来钱呢 我这不是琢磨着 我这手头有两万 回头你借我一万齐活 把咱们俩兜都掏在你了 就与你买一包 走吧 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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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不是那大款 钱我能借你 但能不能买点实惠的 有用的 不是 你怎么那么不了解女人呢 那实惠的东西 人自个儿也能买 男人送女人礼物 最重要的什么呀 那讲究的就是花儿不实 对不对 咱就得选那个人家想要 他舍不得买的那东西 对吧 多会儿你把这么漂亮的礼物 往他面前一摆 让人觉得有一种 宠爱的感觉 这就对了 你三百块钱给人买一冰箱 三百块钱买一包 能一样吗 那肯定是冰箱值啊 冰箱天天都能用 你送一冰箱意味着什么呀 你就把人家当成一天天 在家洗碗做菜迪黄脸博 哎 要换成一包呢 哎 你想想 你想想 包 那是 那是女神 走那么快呀 她特别喜欢那包 是 莉莉跟我这么些年 也没让她过上什么好日子 我们俩刚好那会儿 有上顿没下顿啊 可那会儿情大呀 喝水都能饱 谁也不觉得难受 后来最苦的时候 感受我过生日 你知道莉莉送了我一什么吗 珍藏吧 限量的 指环王DVD全集 全世界没几个 你知道这钱怎么来的吗 她在冰天雪地里头 演了三天死尸正义 我当时捧着这个 我心里就想 我说我陶军这辈子 就是娶莉莉了 我一定让她过上最幸福的生活 不 可是到现在也没实现 姐夫 求你了 我真指着这个 跟莉莉求婚呢 你 你跟我保证 今儿我把钱借给你 从今往后你就跟林立好好过日 我等着 请收入密码 请选择服务项目 请选择服务项目 请阅读查询结果 正在为您准备筹票 请稍后 你跟她谈得怎么样 不算好 希望今天这儿有点 晓妮 晓妮开门 晓妮 媳妇电影院不让放炮 咱就拿气球意思一下啊 来 坐坐坐 不愿意 晓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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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着以上每一个时刻的林立 我请求你在我的镜头前慢慢变老 你愿意吗 我现在没钱 先拿着剔着 等我有钱了 给换一大 你别逗我 今儿的场合不是我开玩笑啊 你别逗我啊 今儿的场合不是我开玩笑啊 你别逗我啊 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求婚礼物呢 你等着啊 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求婚礼物呢 你好早以前就说过你特喜欢这包儿 是这个没买错吧 我特意给你买的 只要过了特定的时刻我就不喜欢了 桃子 每个人都在发展 在改变 只有你还在原地 不愿意 今儿真准备了挺长时间哪 creat线 其实我来这个城市 也没有交到几个特别要好的朋友 认识你们 我真的特别特别地高兴 你们是我在这个城市里 最要好的朋友了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为我过这个生日 桃子 站下来 起来 桃子 桃子 我也特别特别地感谢你 但是我今天回来 我是想跟你说 我们分手吧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我真的没有办法再忍受了桃子 我妈每天都在逼我跟你分手 可是我在你身上又啃不到任何的希望 再怎么好下去 我们最后只能彼此憎恨 这么多年了 我希望我们可以平坚地分手 不管你同不同意 这是我的决定 成了 发展 云造 你走 你知道我错了 我改了 我什么都不想听了 桃子 我改 媳妇 你媳妇 媳妇 你媳妇 你知道吗 你看我今天为你准备这一切 我就是想让你知道 我桃子我真改 我改 桃子 你冷静点 你听我说好不好 桃子 其实咱们俩的感情 我们一直是在透支的状态 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是积攒 咱俩在一起的时候是消耗 这个结果是早就注定好的 说白了就还是嫌我穷呗 我说的是咱们俩的状态 别人在一起是过日子 可我们呢 过一天 试一天 货一天 算一天 日子不是这么过的桃子 这根本就没有走到最后的可能 媳妇 我知道 你嫌我电视院的工作没前途 我明天我就辞职 我明天我就辞职 我找新工作去 你说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行吗 桃子 我不需要你为我做任何事情了 我所有的耐心都已经被你消耗完了 你说我 你不离开我的 你真舍得 你真舍得 我不是说我不行了 我给你消耗了 我不是说我 我给你消耗了 我就是说你一般杂打了 我不是说你一个人吗 我不是说你一般的 你不能用的 我就是说你一个人吗 其实我今天回来之前 我心里头 还有怒气 有怨气 可是我刚才看到的一个视频 真好 里边记录的所有高兴的 和不高兴的瞬间 都是那么的真实 至少过去挺美好的 桃子 你为我准备的这个生日会 咱俩阴长阳错的 弄成了分手仪式 谢谢你为我准备的视频 咱们俩也算是为了这段感情 毫无保留地付出过 我不后悔 也希望你不要有遗憾 桃子 我肯定不是你兜里的最后一个呢 你一定会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幸福 相信我 我肯定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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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梦想 都划在墙上 等待被现实温暖 被照亮 我把全部的倔强 都藏进心脏 希望在人群中去融入 去释放 我把所有的希望 放在他身上 祈祷在寒冷黑夜 能给我力量 我把命运的摇晃 都当作枪上 依然在路上 你说我是你的百度人 让你找回曾经的温存 从被忽略 被遗忘 被捉弄的世界 找回一切 你说我是你的百度人 让你学会面对爱和恨 在下一个路口 下个渡口 你说让我陪你走 你说我是你的百度人 让你找回曾经的温存 从被忽略 被遗忘 被捉弄的世界 找回一切 你说我是你的百度人 让你学会面对爱和恨 在下一个路口 在下一个路口 下个渡口 你说让我陪你走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